现在房子还能再买吗 用我亲身经历来告诉你 我就是那个靠房产起家了 靠着时代的风口 20多岁就踏上时代红利的那个人 当然我也差点翻车在了房地产上 转眼10年过去了 来浅谈一下房产到底还能不能玩 这里边有几个重要的关键点 纯属个人建议 抛开地方政策来说 咱第一看老百姓当下经济状况 第二时间节点 第三人口红利 第四就业率 你看以上哪一个环节 支持你还可以再玩房地产 其一租金回报率 咱们没有任何的优势 不比国外的房子 随便一套租金都可以时代年就回本 再算算咱们的 你可以随意任意拿一套房子来算一下 看一下咱们哪一套房子 不是几时上半年才能收回成本的 那租金收益这一块就怕死掉了 其二就是融资属性 那现在某行手上全是房子 再加上现在房价夸夸往下掉 也没有多少融资属性了 要么就是对各种真信要求极高 那完全就没有多少投资的必要 那最后除了刚需住的那一套 你说玩房能致富 首先它得能涨 涨还得有人接盘 所以你看这两类在你所在的城市 它是否具备 如果以上情况都不具备 你看你是否还有必要去烫这个浑水 任何时候手里有凉 它不香吗